4月17日,一篇《我打了上海15家医院》的急诊电话 发现死亡背后重要原因的文章在朋友圈流传 文中写道,作者于当天下午2点半 依次拨打了上海15家知名三甲医院 询问急诊开诊情况,耗时一个半小时 最后发现,只有废科医院和长海医院的急诊电话接通 且直接明确表示为开放状态 文章的作者说,六院急诊处于开放状态 但提示不接待门诊可接收的病人 对此,作者表示理解,复旦肿瘤医院只接待自己的老病人 考虑到该医院是肿瘤医院,现在疫情期间医疗挤兑 自己的病人明显更需要资源,作者也表示理解 而剩下11家3家医院急诊全部无法接通 有些甚至连总机都无法打通 我昨天也打了好久,上午为了能让我爸住院 一向骄傲的老公跪在医生面前,我的心像钻了一样疼 前几天我女儿发高烧不退,40度 碰到疫情村里封控了 凌晨我带着小孩跑了两个医院都不接诊 也不开退烧药,那时候真的好无助 作者称,医院最近上海的悲剧案例中 好几例都是因为赶往的医院急诊不开放 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再加上自己妈妈前段时间因为急诊被拒诊 自己打了五个电话,没有一个医院接通 所以她做了这样一次实验 据澎湃新闻报道,4月18日记者咨询了多家医院 多家医院均表示,当前医院急诊大多处于超负荷状态 但对于120救护车送医的危急重症病例 医院会第一时间开展就职 而对于医院急诊电话无法接通 部分是由于战线 部分也可能存在当时急诊医护人员 忙于接诊120救护车送医院的紧急患者 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方面表示,该月总机,总值班和急诊预解台电话一直没有停 在经历接听患者来电,光4月17日零点开始到下午5点 总机就接听了437个患者电话 同级医院方面表示,该月总机24小时接听电话 但由于患者来电很多,会有战线情况 由于电话系统问题,战线不会提示战线因 文章作者还说,疫情期间,不求医院门急诊一直开放 但请至少保持总机和急诊电话畅通 让一边人知道目标医院是否处于开放状态 对此,多家医院方面建议 市民可以遇到紧急情况时拨打医院电话询问 关于医院的急诊开放信息 可以留意医院的官方微信号健康上海12320等途径发布的信息 把有限的资源让给真正需要的人